- 歡迎來到RJ 王倫 各位觀眾各位會員 我是RJ 歡迎我們老隊之眼的主導者芒果教官 大家好 教官我們今天要請教官來跟我們分享一個話題 我想這是最近大家也很熱議的一個話題 就是自由時報的羅天斌大哥 他是我們軍事記者的大前輩 大大大前輩真的我在每次可以的時候 我就要表達一下對他的尊敬之意 因為他非常長的時間都在立法院 那花很多時間在分析這個預算裡面的內容 然後跟這個月聽大眾分享 他數十年如一日羅天斌大哥的敬業精神 實在是非常值得大家敬佩的 那這次羅天斌大哥跟大家分享的這個消息 是說教官現在有一個project 就是空色的熊山要開始進行研發 那為什麼這一題也有請教官來發表一下 教官的想法跟看法呢 因為大家知道教官是十七隊的隊長 那教官自己本身也有在F16上面的Hapong 就是空色的Hapong的這個玩訊 那從教官的角度來看 教官你怎麼看待這個IDF經國戰機 他搭載這個熊山這樣子的一個開發案 因為我們知道熊山他是一個非常大的飛彈 因為他有這個Range Jet 那他也又大又重 他跟魚叉是兩種不同的概念的飛彈 那再另外一個就是說 經國戰機他本身 我們講他內在燃油的問題 還有他自己的推力問題 他是一個相對來講比較袖珍的飛機 那所以說怎麼看都不會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make sense的事情 所以我想要請教官從您的角度 不管從整個操作面 或者是從戰略面戰術面來看這件事情 都請教官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您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那我很喜歡用這個方式來講 你這個武器到底是要拿來幹什麼 所以你才會叫我要叫誰帶 那叫誰帶是不是他有這個advantage 他有這個優點 他本身具有什麼樣的優點 或他必須要什麼樣的條件 是 其實如果我們用反艦飛彈的眼光來看 是 那 目前用魚叉來看 其實最好的載台是T3 嗯 對不對 對 因為 我不牽扯到 在進入這個目標區之前 因為他是Stand-off 對對 進入目標之前 我不用去 我自己在那邊飛什麼 我只要蹦出去了以後 他可以按照我規劃的去打 嗯 最近 就這 就這一兩個禮拜 嗯 美國有一個 很著名的一個YouTuber 叫做Sandbox 嗯 This is air power 那個 他連續發 發表了兩篇文章 我覺得那個 兩篇 那個 那個 那裡面很有意思 嗯 可以跟各位分享 他第一個 video 他在講 講什麼 講那個說魚 說魚計畫 對 對 說魚計畫 是拿來跟AGM-158來比 嗯 那我們回頭去看一看 呃 在上報 曾經有這麼一篇報導 沒多久前曾經有這麼一篇報導 就是美方有表達 因為他的158 目前為止 他的戰備存量 嚴重 嚴重低落 對 所以他建議我們是不是去 去考慮去買挪威的JSM 嗯 對 那這一篇文章 說魚的這一篇 這個 這個 video呢 其實他裡面也把這個東西都講出來了 是 他需要有至少450枚的庫存 嗯 但是你要知道 他如果用Rapid Dragon 那個 迅猛龍 對 迅龍計畫 那個 cage 對 欸 C17上面喔 可以 可以有五個patter 對 每個patter可以裝九枚 對 對 所以是不是一次就是45顆 對 所以十下四就沒了 哈哈哈哈 不是嗎 是 而且各位觀眾各位會員去查一下喔 那個 那斯朗有多貴 這不是便宜的東西 對 那 東西來了 所以 Androo 嗯 又出現了 對 這個真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 不妨去追一追 是 所以他 推出了這個說魚 嗯 第一個 他的 組裝 的時間 只要50% 嗯 所以他可以更快 是 然後他運用的是 商用的一些 一些東西 經過他的 不過教官其實那個program喔 他其實最 比較麻煩一個 的地方 就是說喔 他用了很多商用的 資源 嗯 那他用了很多商用的資源 教官我這樣講就是說 商用的資源都不會考慮到 這種 在電子戰鬥環境下面的應用 對阿所以一定會有問題 我就聽說一定會有問題 所以他現在 他現在通過美軍的測試嘛 嗯 所以他分三種嘛 嗯 100型250型跟500型嘛 嗯 你知道光100型那小小的喔 可以裝在直人機上面 嗯 可以地面也可以打喔 嗯 他就85 85里啊 他的射程就85里啊 嗯 他的戰鬥部只有35磅 嗯 沒有錯但是他是高爆 對 所以他這三型的這個飛彈 都講求一個叫做 這個mission kill 嗯 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我把它集成 對 或者幹什麼 我把它mission kill 因為他可以很精準的算 第二個 他利用大量的AI 跟這個演算法 我們之前有討論過嘛 是 對不對 那個飛機以前我們 其實魚叉喔 是屬於比較 比較傳統型的 因為他滿久了 是 所以他的這個 不管演算法 還是他的路徑規劃 那個飛行員都可以去做一些調整的 對 第一個 然後我只有30%的價格 嗯 不好嗎 好嗎 然後他一次可以帶多嘛 對 那我們在講說 其實他有很多的這些概念 已經不太相同了 是 那我們再回頭來講 說 這個彈要掛上去 你的載台一定要有一些 你一定要有一些優勢嘛 對對對 你剛剛提了說 這個 用IDF來掛 那為什麼不用P3掛呢 P3 P3啊 對啊但是我們沒有那個介面啊 如果我們要叫P3掛的話 你跟IDF的介面也是一樣啊 好那我要 這個我不懂啊 嗯 我也想說如果 如果有 這個朋友們知道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討論討論 是 萬千掛在IDF上面 對 他的Program是由誰來設 嗯 是 喔 你說Program 是在地面就設定好了 嗯 對 所以教官只是帶上去到位置的時候release這樣子而已 對 啊 我們要這些叫做Stand Off 嗯 為什麼Stand Off 對 其實158 短層版的 它不能用 腰山洞跟西腰拐來放那個Rapid Dragon 對對對 為什麼因為它會 它會受到威脅啊 對 好 那我們的作戰環境 嗯 在哪一些它可以不受威脅 嗯 喔 我是不是起飛了以後 我要到回回抽 嗯 要拉回來 對 拉回來再打 嗯 是 我的這些 這個 這個防空 老共的防空的涵蓋 有沒有涵蓋到我這些 我跟你講 如果是S400往前部署的話 嗯 實際上西部基地大部分都在 都在很低的地方 它就已經涵蓋在裡面 對 好 那 ITF沒有電戰 電戰措施 對 好 所以它如何去執行這個任務 然後再來 一顆萬件多少錢 一 嗯 是可以讓你用沖天砲去打的嗎 我們有多到那個量 是可以讓你 那個目標選擇 我們以前 我有講過 我們在扎射班 要去研究目標 然後我們要去查 JMEM 我要用什麼樣的彈藥 對 我的摧毀程度是多少 我要 我要打它的跑道 我要讓它 要修多久 嗯 對不對 這個才是我 我現在把出去了 我把跑道給炸了 嗯 對不對 所以他們 假設 我可以拉它六個小時 嗯 它要輕 要弄 六個小時 或它從後面來飛 然後 然後 老共同的好處 是因為它的重生夠大 對 所以我可以從 二線三線的基地 我把飛機往前掉 對 喔 再加上它的 呃 這個 蘇凱系列 嗯 殲20系列 其實它說三半徑都蠻大的 對 對不對 所以說我從後面起飛 也無所謂 所以本來是你這樣炸完了以後 我才能放我的 飛機帶著 帶著彈藥去炸你的 另外的主要目標嘛 對 對 那我這樣子沒有辦法把這個擋住 嗯 那 我是不是在目標選擇上面 要思考清楚 我到底要用什麼彈來打 要怎麼打 魚叉飛彈是拿來弓箭的 對 對不對 對 如果我們要弓箭 你一直要求說 我把這個 這個射程我要 我要最遠的 你要拉在怎麼遠 你知道 說魚飛彈的這個 500型 它可以達到500海裡 嗯 它的半徑可以達到500海裡 對 500海裡等於在乘以1.8 但是900公里 哦 是 對 你有這個 它雖然只有100公斤 但頭只有100公斤 又怎樣 嗯 它可以達到的叫做Mission Cue 嗯 所以你當然不能說 我們好像玩那個 那個 video game一樣 我一按下去 蹭蹭蹭蹭蹭 就打出去了 就跟 呃 老共有一些網友 最近在談一個問題 說 欸 我跟你講啊 那些美國那些戰艦 他在 他在這個 中東那邊執勤 他一下子打完了以後 他就要兩個月 因為他回到他的母港 才能把那個 垂發系統裝上去 嗯 那個reload 彈才能reload 對 那老美根本不是用這樣算的 是 第一個 我這一艘回去 我下一艘已經到了 對對對 講得非常好 就是這樣沒有錯 我下一艘就已經到了 你管我要弄 要裝裝多久 對 那一裝上去一百多枚 是 是不是 那你在噗噗噗噗噗噗噗 一百多枚去 所以老美現在碰到的問題就是說 我怎麼樣把這個作戰庫存拉起來 對 如果你熊三 可以真的變成 Android的縮魚這麼小 Go ahead Please 那你要不要思考一下 其實有很多其他飛機可以帶 對 那你可以讓F16帶啊 嗯 你也可以讓 如果說不用經過 經過這個設定 嗯 那F16有沒有更好的彈藥 有啊 夠 數量也足夠 對 有人說 我們那個魚叉有多少 沒啊 不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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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買 嗯 不夠再買 魚叉是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是 因為他是用 用那個 那個渦輪發動機 對對對 對不對 所以他有油量的問題 油料的問題 對 那我只要掐油就好啦 對不對 啊平常當然要做一些保養 對 如果你是固體 固體火箭的話 對 他有芥奇的問題 當然是啊 是不是 而且人絕不是不用保養 叫我按 人絕要保養 對啊 要保養嘛 我剛剛就講了嘛 然後我們的像 像槍尾蛇飛彈 你看 這些裡面有一個熱電瓶 對不對 對 他是用化學的那個熱電瓶 對不對 你要 ensure他百分之百有效 所以你就要按照他的條件 環控 各方面 你都一定要弄好 然後他的cycle有多少次 嗯 就你接電的cycle有多少次 你要你要遵守那個規定 過了就要換了 過了要換掉啊 對過了就要換了 對不對 所以Mika跟Magic就是 過了把這些東西 該換的都換掉啦 對啊 你看光是花了多少錢 真的 光是花了很多錢 所以說 現在的均品要越來越貴 嗯 教官回頭來講 就是說 你要開發熊山 在IDF上面這件事情 其實從教官剛剛 檢討的這個面上面來看的時候 就會覺得這個project到底該不會要 kick off 這是真的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問號 其實越來越大 你要把那個效益算出來嘛 是 對不對 你要把那個效益算出來 如果我今天 他可以扮演一個決定性的 這個角色 對 然後我裝上去了以後 那個戰略嚇阻意味 這各方面 我都沒有其他問題 可以去取代我 所以這個東西 那也不應該做 就跟當初IDF一樣啊 對 我也知道我做出來了以後 航程不會遠 發動機推力不會大 然後有一些武器 各方面 以當時來講 其實算OK的 是 那 那你 你就算這樣子算 效能上面 效力上面好像有一些 滑不來 可是那個意義非常重大 你不做 就沒有 對不對 那 那 那在我們現在這個 整軍備戰的情況下 是不是 first priority 還是他的優先順序 是不是可以擺 嗯 各位可以看到 我覺得 軍方在這個方面 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是 因為我們以前碰到中科院 在發展什麼東西 時間到了 反正吸一呼 就把東西抽上來就好了 嗯 對不對 我沒有說他不好 對不對 但是你 你原先講的什麼 戰頻什麼這些東西 全中華民國國軍裡面 只有一個空軍的測頻隊 對 他是按照這個東西 按照 按照美軍的規範 在做這些 所有的測頻 對 那他有分 作戰測頻 跟研發測頻 對 DT&E跟OT&E 所以你這些東西 他都有 這個相關的 我有去上過課 對 那你其他單位 不是說他沒有 他是用監的方式 去把這些組合起來 對不對 比如說你監隊司令部 裡面底下有個單位 他也要負責驗收 他也要負責做測頻的 所以那個概念應該是這個樣子 嗯 那未來 這個蛋 要不要裝在IDF上面 我個人的看法 如果他的這個 Prioritize 可以把它擺在前面 我們也有足夠的經費 嗯 那Go ahead 做 我給你拍拍手 但是 部署上面 就要去思考一下 未來 他是不是要拉到東部去 嗯 還是要怎麼樣 否則你在西部 然後你 你這些東西 然後你的蛋到底要存在哪裡 這些東西就值得思考 目標選擇很重要 不是說我今天有了這個飛彈 我就 反正有理無理就打 結果你打到 打到漁船怎麼辦 嗯 不是說漁船 會有什麼民事糾紛 不是這個意思 我說你如果真的沒有打到 真正的目標 你一顆那麼貴的東西就沒了 是 確實是 那 那 你講得非常好 為什麼後面的這些 這些 這些 這個 這些 這些東西都會考慮到 逆中的設計 嗯 我就不要讓你 進破武器或什麼東西 可以把我攔下來 是 就是增加我的成本效率 就是說 雖然我貴 但是呢 我有效 那我有效 以真正的這個 我們講 有效跟花費的cost 這個比例來講 他是可以有效的提高的 而且剛剛也跟教官討論出一個 一個 我覺得這個已經可以算是一個定論 就是說 這樣子的設計之下 讓飛彈的效能提高 其實是可以降低 飽和攻擊的數量 其實這個cost來講 整個total的cost來講 其實 也是一個有效的 讓他更有效率化 所以他有兩個 兩個事情在 在 變成研發的重點 是 一個你就把它逆中 是 一個你就把它超音速 是 然後超音速一倍不夠 是 對不對 最好有三倍 對不對 可是你兩倍三倍 其實 透過進破武器的一些 一些功能跟修改 其實不乏 現在都有對應的這些東西 是 那你要讓他超音速 你要讓他的這個速度變快 所以你的彈體就變大 對 你的彈體變大 你已經拿了一個空中載具去投了 對 所以你只要讓他能夠有足夠的stand off 其實那個射程不是重點 對不對 對對對 我只要有足夠的stand off 再來的重點是什麼 你的目獲 你的目標獲得到底要從哪裡來 對 對不對 你的雷達或者是你的Data Link 這些有沒有辦法發揮功能 我覺得 這個東西能夠整合起來是一件好事 是 所以他們現在面臨的是 第一個你要把那個彈要縮小 你依照現在的 你要帶上去不太可能 對 對 那帶上去了以後 其實飛機的這個 這個 各項的操作限制 很大 很大 然後 你打 如果你帶兩枚 除非你有那個 N9 你把它裝在肚子上面一枚 看起來是不可能 對 對不對 那你翅膀上帶兩枚 IDF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的 單不對稱的 那個掛載的限制很 很大 對不對 對 所以你這個東西要怎麼解決 其實有賴於中科院現在 你既然如果說剛剛講的 這些效率各方面 經費都可以排出來的話 那你就把它整合 整合以後大家看了拍拍手 然後把這個部署好好思考一下 我覺得應該用這樣來看 是 好我們今天請教官 從教官的角度來看 這個開發空色熊山的這個議題 那當然呢 因為這件事情 應該是現在還沒有 Kick off 那提出這樣子的計畫 來給這個社會討論 那教官就從成本方面 還有從這個新科技的發展上面 提出了非常好的一個看法 因為這個 我也多次 在各個不同的節目裡面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一直覺得我們 航研所開發飛彈的這個 這個技術應該要進入下一個generation 不能再停留在上個世紀的670年代 這樣子的 就是那個時候的飛魚飛彈 好那個時候的魚叉飛彈 這樣子的技術 你看其實現在美國都早就往前走了 美國海軍已經把所有的Hapon 全部都退役了 所以這裡面我們就 我覺得我們如果在這個時候 我們的航研所 作為我們的這個飛彈科技的 最前端的一個研究的單位 都還在回去想要做舊飛彈的話 我覺得其實這個資源 我非常同意教官講的 應該把這個資源 修復得到往前的研發上 其實對我們的幫助才是真正大的 好我們這一集 非常謝謝教官 非常精采的講述 讓大家對於這個熊山 掛在IDF進國戰器上面 去空盛 有一個很崭新的看法 我們感謝教官精采的講解 也非常謝謝各位會員 跟各位觀眾的參與 那我們老隊之間 下次再見 拜拜